朱温,宋州荡山人士,五代十国后梁太祖皇帝 在影视剧以及大家的普遍印象中 朱温是一个暴虐狠辣,荒淫无度,喜好杀戮的角色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朱温是什么样的? 今天咱们就来详细聊聊 按照国际惯例,帝王级别的生平史录里 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元素 天有异象和预言家典提 首先来看天有异象 据说朱温出生那天,屋顶有红色气体生腾 乡里人看到后,还以为老朱家着火了 于是奔走相告 可来到后发现房屋完好无损 这才知道根本不是着火 而是朱家老三 再来看预言家典提 父亲朱成死后 朱温和两个哥哥随着母亲在刘冲家里做佣人 生活穷困 朱温不安心干活,整天做英雄梦 刘冲见他懒惰 所以经常鞭打 然而刘冲的母亲却格外疼爱他 还亲自给他竖发 并告诫家里人要好好待他 因为他曾见朱温熟睡的时候 变成了一条红蛇 所以觉得他以后肯定不是一般人 诶... 据我猜测 可能是因为天冷,被子太薄 朱温不得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老人家眼花 远远看到后还以为是条红蛇 唐代末年 老李家示弱 宦官当权 藩镇割据是名不了省 唐熙宗前复年间 关东连年饥荒 盗贼成群 一个落地的读书人看准时机 在曹州、蒲州起兵 迅速集结了几万机敏 这个人就是皇朝 朱温就是这个时候和二哥朱存一起加入的皇朝战队 作为职场新人 朱温非常拼命 屡次化身后 身为队长 二哥朱存 却在这个过程中不幸战死 在今后的战役中 朱温凭借军事才能屡立战功 受到了皇朝本人的亲切接见 名气越来越大 眼见生之加薪有望 可就在这时候 朱温的前程出现了转折 身在职场停职不前 通常有两个原因 第一,公司前景不好 第二,领导傻叉 很不幸 朱温都遇上了 皇朝勉强打下长安后 遭反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又因为团队纪律差 素质低 烧杀抢掠的新闻层出不穷 舆论哗然 群众基础可以说是打得稀烂 中和二年 公元882年 皇朝让朱温自己领兵 去打同舟 朱温咬牙打了下来 紧接着 就对上了河中解读使王重荣 几次败给老王 打不过就咬人 朱温好几次 向大老板皇朝请求增援 可惜 大老板前面还有小领导 偏偏朱温和这个小领导的关系并不好 所以求援信息 并没有传到皇朝手中 而是被左军使孟凯给按住了 朱温眼见 公司风评一路下滑 领导人又没有格局 加上手下兄弟们的煽风点火 朱温再来想去 想到了一句名言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于是 开启了职场生涯的第二步 跳槽 抱着打不过就加入的灵活做人原则 朱温直接带着同舟 向了原本的敌人王重荣 王重荣非常给力 当天就为他上表 独统王夺 称皇帝旨意 封朱温为 左金武卫大将军 河中行营讨诏富士 并赐名 朱全忠 此后这个名字 一直伴随他东征西陶 直到继位称帝后 才改名为朱晃 诚然 跳槽是升职加薪的最快方式 可朱温出身一般 根基也浅 那他是怎么从一个半道 气暗通明的反贼 一跃成为后梁太祖皇帝 达成顶级升职成就的难 朱温详堂后 皇朝果然开始走下坡路 中和三年三月 公元883年 唐熙宗下诏 受朱温为宣武军解读时 许诺只要收复了京师 他就可以赴任 面对老板画的大饼 朱温干的是相当起劲 四月 就和各路唐军一起 攻破皇朝 收复长安 紧接着 朱温便一路向东 进入汴梁夫人 这时候的汴梁 由于连年饥荒 粮仓空虚 公私疲惫 但朱温并没有失望 作为刚跳逃过来的新员工 能有自己的根据地 就已经是祖上积德了 皇朝败退后 开始向东开打 蔡州戒督使秦东泉 投降皇朝 随后两人合作 攻打陈州 陈州刺使赵秋迎战 杀了皇朝的先锋孟凯 对 就是朱温实习阶段 给他穿小鞋的那个领导 皇朝大怒 全力围攻陈州 赵秋立刻向临近的各道 发出求救信号 于是 附近的徐州石浦 便良朱温都赶来相救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据说救陈的时候 石浦是派人来救 而朱温是亲自带兵来救 所以赵秋非常感动 后来在陈州给他建了个生辞 可以说是正足了面子 作为投降过来的叛将 这种高调的做法 让石浦很是不爽 两人的矛盾 在这里埋下伏笔 这时候 皇朝和秦东权的队伍 还挺强大 朱温和石浦等人实力不低 紧接着 又摇来了河东的李克用 在众人的围攻下 陈州之围很快得解 皇朝内部人员 开始新皇才技 李唐斌 葛宗周 张归后等一批干部 被朱温收走 上让带领一万人 依附了石浦 这一战 可以说彻底把皇朝给打残了 一路败退到泰山狼狐谷 这时候的皇朝 自知穷途末路 打算让外甥林延杀了自己 然后拿他的头 去朝廷陵上 也算是个正路 林延不忍心下手 皇朝便拔剑自来 可并没有把自己通辞 林延只好听舅舅的话 砍下头路 连同皇家七兄弟和皇妻 一并砍下 准备到石浦那里 投降领赏 可万万没想到 半路上遇到了太原博野军 眼看彩票就在眼前 不拿白不拿 二话不说 把林延也给砍了 然后一并送给了石浦 一代其领袖皇朝 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各路军马打道恢复 综合四年五月 朱文回到汴州 在上元义招待李克勇 一个是今后的后梁太祖 一个是今后的后堂太祖 这一面 颇有朱九论英雄的味道 宴席上 李克勇年轻气盛 又加上醉酒 说了些不好听的话 虽然不知道他是有意个应朱文 还是朱文本来就有心搞他 只是需要一个理由而已 总之 这顿饭刚吃完 朱文就准备趁着电闪雷鸣 杀人灭烤 然而作为后堂太祖武皇帝 李克勇的合法 当然不在这里 所以他顺利的翻墙逃走 和朱文一起谋划 杀害李克勇的 是宣武将军杨红彦 杨红彦告诉朱文 说他们北方胡人 遇到危机的时候 都会骑马跑路 所以事发之后 一旦有人骑马狂奔 直接射他准没错 没想到李克勇逃跑当晚 杨红彦骑着马 从朱文面前路过 朱文好像想到了什么 二话不说 万公大剑 把杨红彦 给射了个透心两 另一边 李克勇飞快逃回金养 气得要带人打回去 这时候 他的妻子刘氏站出来 阻止他 说了一番古今适用的道理 说人家先动手打了你 那就是他没礼 你要是现在还了手 那就有礼 也变成没礼了 根本说不清 所以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 多争取一些有用的东西呢 李克勇一听 也对 现在还有皇帝主事 转而向朝廷告了朱文一状 这时候 杀死杨红彦 就成了朱文留的后手 说这一切 其实都是杨红彦主谋的 他根本不想杀李克勇 这时候 杨红彦已经被射杀 死无对证 唐锡东只好出来当何事了 说哎呀 这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呀 眼下贼寇未定 希望两方能握手言和 一起效力朝廷 虽然李克勇和朱文就此收手 但两人的仇怨就此结下 与此同时 朱文和李克勇 都看出了朝廷的无力 既然化石人失去了权威 那么接下来 就是看自己实力的时候了 于是 双方都定下来 争人争地 扩大地盘 边剿匪 边打友军的战略方阵 在这之后 李克勇果然以枯住的身份 要朝廷割让临州 给河东节度士管辖 并为自己进爵 为龙溪郡王 自行裁扯官员 又要晋升自己的堂弟 为朝义戒都士 等等 这些条件 朝廷一一妥协 自此 也开启了朱文和李克勇 打打合合 合合打打的 相爱相杀种 皇室权威一再削弱 越发给了秦宗泉 猖狂的机会 到广启二年春 公元886年 秦宗泉接连攻陷 鲁 洛 怀 孟 唐 邓 徐 郑 郑 郑 尤其是占领郑州之后 骄傲猖狂到了极点 他自认为 兵力是朱文的十倍 开始召集兵马 攻打汴州 环绕汴州城 修了足足36座警战 朱文虽然屡次 遗少胜多 打败秦农拳 可这一次 他也有点怕了 兵法云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赶紧让手下朱针 去招募兵马 朱针不负所望 不仅在十几天内 招募万人 还攻下青州 得马匹一千 朱文非常高兴 决定集结精锐 各个击破 先打琴弦 连拔四影 又杀卢唐 以至于蔡州兵决戴 朱文有如神柱 军心大乱 纷纷逃跑 剩下的并入到张智会下 秦宗泉相当生气 亲自带领几千精兵 和张智会合 要和朱文此刻到底 朱文眼见危机临近 开始摇人 朱轩和朱锦 立马带着眼周和运州兵马 前来助阵 这一战 秦宗泉被打败 朱文感念二朱的恩秦 和他们结为兄弟 你以为这是美好兄弟亲的开始 不不不 此时的朱老三 已经不是那个 刚祥唐时候的热血青年了 而是扭股 事实上 朱文看上了眼周和运州 想占了其有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样把一件理亏的事 做得底气失足呢 当然是制造机会 名义上让对方理亏 于是 朱文派人开始散播谣言 说朱轩和朱锦 因为见识到了变州兵英勇精悍 于是在边境 用金钱诱惑士兵东去 简单来说 就是高薪挖枪鸟 作戏做拳套 朱文还像模像样的 给朱轩送了封信 斥责他 朱轩看到后 瞬间火冒三丈 内心蹦出了三个字 厚厉血 这四个人都不能忍 所以朱轩很不客气的回应 朱轩态度一硬 气氛立马到位 朱文是相当满意 顺势攻打曹州 浦州和运州衍州军队交战 杀了好几万人 朱轩和朱锦大败而逃 两方的仇怨就此结下 从此来开了朱文和朱轩朱锦 持续斗争的序幕 又称三朱反目 秦宗泉屡次被朱文打败逃跑 张权毅顺势取洛阳 李汉之取何阳 可是李汉之贪婪粗暴 强夺无睹 和张权毅的矛盾越来越大 张权毅忍无可忍 把李汉之打出何阳 李汉之也不是瞎答的 开始邀人 请李克用帮忙 张权毅一看 也来邀人 请朱温帮忙 自从朱温在上元翼不当人之后 李克用除了秦战地盘 发展势力外 一天也没有放弃研究 弄死朱温的108种方法 加上两人基本已经是北方最强势力 一山不容二虎 要搞朱温 他李克用必须拥有性命 于是 李克用派兵过来包围 朱温也派大将过来帮忙 两方在掩合对战 这一战李克用战败 何阳被朱温顺利拿下 张权毅非常感激朱温 朱温之后很多次出征 张权毅都负责为他提供军粮 从不含糊 此时何阳和洛阳 基本收到了朱温麾下 没了西面的忧患 他开始全力攻打青农泉 一直到温德元年9月 公元888年 这时候的青农泉 经过数业围困 气数将近 到了第二年2月 也就是龙济元年 公元889年 秦农泉被手下将领沈从 砍断脚囚禁起来 可还没等沈从到朝廷邀功 就被同事郭凡给杀了 郭凡把秦农泉送给朱温 说沈从这小子 最近好像又要重新拥离秦农泉 他看不惯 就把他给嘎了 很难想象 沈从敢把秦农泉 砍脚囚禁 还敢不怕死的重新拥离 但真相根本不重要 朱温为了全方位收人 把秦农泉送去京城后 让郭藩做怀袭流后 至此 蔡州彻底平定 同年 新登基的唐昭宗杀了秦农泉 并加封朱温为东平王 简孝太尉 兼中书令 干掉了前老板皇朝 平定了秦农泉 下一步 朱温把扩张的矛头 对准了同事 自从确定 争人争地 扩大地盘的战略方程后 朱温没有一天不再想 怎么把别人的土地变成自己的 这种神奇的魔法 他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食谱 之前说过 当年朱温亲自去救陈州 陈州刺史诏筹 为他建生祠 这种高调的做法 得罪了同样派人来救的食谱 后来杨行密占据扬州 自封淮南节度使 然而朝廷封有功的朱温 为淮南节度使 这事正代 明显是想让朱温去搞杨行密 可此时的朱温腾不开手 于是把这件事告诉杨行密 并许诺 让他当淮南节度父使 还打算派自己的手下李凡 为淮南留后 然后借到徐州 赶往扬州夫人 而此时徐州的反帅 正是食谱 食谱入室为官 比朱温早 这淮南节度使 怎么算 都应该是自己的 没想到被朱温掳走来 所以当李凡 突经徐州时 食谱拦出去路 不准过 还差点把他给杀了 自此 朱温和食谱的矛盾 开始摆到了明面上 然而要攻打 还是需要一个借口的 于是朱温顾忌重施 说要派人去淮南 想借到徐州 食谱二话不说 继续派人追杀 朱温一看食谱这么配合 派朱真迎战 攻下沛县 藤县 斩杀勤获一万余人 食谱亲自带领七万人 在吴康和朱真大战 但以惨败告终 紧接着 食谱派庞施谷 继续攻打徐州 又把食谱打得惨败 只好退回彭城顾首 之后朱温让庞施谷 助兵把守 自己去跟李克用和二猪周旋 食谱被打的是闭门不出 眼见朱温忙着打别人 觉得自己又行了 于是趁机发病 把朱温的老家 荡山县给刨了 妻的朱温是火冒三丈 立即跟徐州兵干了起来 抓了30个活口 在宿州城下 当场杀掉 之后派丁慧 用水烟的打法 拿下宿州 警服元年11月 公元892年 朱温全力攻打徐州 即便食谱再次向二猪球员 甚至偶战上风 反杀朱温的大将 可最后 还是在强大的 变州军攻势下 以惨败收场 警服二年4月 公元893年 食谱穷途末路 带着全家 登楼自焚 食谱没来 朱温开始专心攻打 朱轩和朱锦 朱锦相对较弱 朱温便选择软狮子捏 把朱锦打得狼狈套窜 可运州的朱轩 非常猛 朱温不仅没占到便宜 反而被打的是 丢亏弃甲 接下来 朱温就把心思 放在了搞钱上 毕竟有了钱 才能继续开打 于是向朝廷请求 把延铁转运使的雅鼠 迁移到汴州 收钱的办公室 放到自己地盘上 就可以安心地 搞小钱钱 可在宰相崔昭伟的 极力阻止下 朱温没能如愿 经过这件事 朱温不仅没有断掉 对延铁使 啊不 对搞钱的执着 反而明白了一个道理 自己在朝中 没有绝对的话语权 想搞什么好处 都很艰难 这个思想转变 为之后 他和翠尹狼狈为奸 埋下了伏笔 前零元年2月 公元894年 朱温亲帅大军 从运州东北路过 朱轩和朱镜知道 这一战在所难免 所以早早地 在荒草丛中埋伏 想要伏击他 好巧不巧 这时候 忽然来了一阵东南风 让朱温停下了脚步 觉得有点不对劲 怕有埋伏 于是下令放火 这下子 反把二猪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农烟中大败 被杀1万多人 剩下的人都涌入清河 事后 朱温下令收集尸体 在羽山下 铸成尸种 来震慑二猪 朱轩和朱镜深感不敌 便向河东里克用求救 杨行密也加入到战场 一起对付朱温 交战忽悠胜负 这里说下这个杨行密 朱温在之前 打算让他做淮南节度富士 可是他并没有同意 而是和朱温对着干 直到前年二年11月 公元895年 朱轩想通过袭击曹州 来解除燕州的包围 进而触发了与朱温之间的 居野之战 当时 朱温通过情报战 得知了朱轩的计划 所以带兵赶到居野南面 不仅打败了他们 还疯狂屠杀对方兵马 活捉了朱轩的大将 赫环 柳存 何怀堡 以及鱼党三千多人 这天生死 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 沙尘漫天 朱温吹着冷风 略带预言家的口吻说道 这是因为 人杀的还不够 于是把剩下的俘虏 全部杀掉 神奇的是 杀完之后 风真的就停了 其实这件事 也可以反着来看 朱温的意思 与其说是杀完风就停了 不如说是杀到风停为止 不过朱温还是留下了一个人 就是赫环 赫环名声响亮 响了朱温后 确实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 因为朱温一再获胜 二朱再次向李克用求援 这时 已经被封禁完的李克用 又派大将史延和李承四 前来支援 想要从魏伯借道 此时的魏伯借读史 是罗洪信 之前朱温 也想从这里借道 去打李克用 罗洪信心想 万一朱老三玩一把 假毒灭国 自己就完了 所以一口辉绝 转头和李克用交好 结果被朱温打的是 服服帖帖 接到两个字 估计已经成了 罗洪信的心理阴影 所有的打都不是白爱的 这一次 罗洪信坚定地 拒绝了李克用 加上李克用派遣的李存信 对士兵缺少约束 让他们侵害魏伯百姓 罗洪信一气之下 发兵攻打河东人马 从此 罗洪信就开始专心依附朱温 李克用非常生气 大规模举兵攻打魏州 罗洪信见状 开始慌烂 连忙向朱温求救 朱温派葛松州 去支援罗洪信 前03年6月 公元896年 就在两便兵马 激烈交战的时候 李克用的儿子 李洛洛 被汴州军火捉 众所周知 从朱温在上元役 对李克用下手之后 两人的关系 一直很紧张 可是就在李洛洛 被勤获后 李克用不仅亲自来救 还表示 只要能放了洛洛 他愿意和朱温修好 无论李克用是真心的 还是权益之计 至少他是真的很在意 这个儿子 可一山不容二虎 朱温并没有接受示好 当初罗洪信被打扮 虽然表示愿意归父 但其实朱温并不放心 一直很谨慎地 经营这份关系 甚至在李克用 企图借到卫博的时候 还一度点拨洛洪信 给他制造危机感 朱萱和朱锦还没打完 想要没有后顾之忧 就得有一个 一劳永逸的发展 于是乎 朱温想到了一个损招 把李洛洛交给洛洪信 让他动手杀掉 这一举错 彻底绝了洛洪信 反复横跳的可能 让他和李克用的仇 算是劫死了 李克用看到这个结果 带兵从环水返回静养 剩下的河东军 以及衍州运州军队 虽然在抵抗中 偶尔取得小胜 但因为朱温 占据了衍州运州 所属的州镇 李克用想再派人来支援 又被魏博戒毒使 罗洪信拦截 大师所趋 朱萱和朱锦 从此一蹶不振 前04年正月 公元897年 朱温派庞石谷和葛从州 再次攻打运州 通过建福桥的方式 越过朱萱的防御 吓得朱萱被迫出逃 葛从州一路追杀 将朱萱及其妻儿 全部抓获 2月 又抓到了朱锦的妻子和儿女 朱锦被步步紧逼 最后渡淮水 投奔了杨行蜜 朱温看到这个战果 非常高兴 在汴州 杀掉了朱萱 这里插播一条桃色新闻 朱老三有个爱好 和曹老板有的一品 就是非常喜欢人妻 打败朱锦后 见朱锦的妻子 颇有自色 便想着站位己有 于是一起带回了汴州 朱温的原配妻子 张氏 也是荡山人 聪慧睿智 从朱温启示以来 时常为他出谋划策 朱温很敬重这位原配 史料里甚至用到惧怕来形容 面对老公带回来的战利品 张氏一不吵 二不闹 三也不上吊 好生好气胆 请求见朱锦妻子一面 朱温一听 还以为大老婆 这是要正式接纳小老婆 连忙安排 然而张氏的一段话 反而让朱温立马断了念想 张氏见到朱锦妻子后 勒眼眼眶非常悲伤 说道 他们三人是本家 还结为了兄弟 本来是关系很好的挚友 却因为很小的缘故产生怨恨 最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今朝掩州运州失守 使嫂子您受此侮辱 来日变州失守 受到这种侮辱的就是我了 说完又哭了起来 朱温一听 话都是好话 甚至还有点感人 但怎么就是听着酸酸的 很明显 老婆是不想让自己纳他 于是 把朱锦的妻子送到了尼古安 在经过侦讨皇朝 平定秦宗权 干掉食谱 打败朱锦和朱锦 屡胜合同理科用之后 整个河南道 基本已经是朱温的势力范围 紧接着 他的职场生涯 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渗透到集团高层 争夺话语权 自从朱温屡次 想通过掩铁转运时搞钱 但要屡次被阻之后 他开始着手把自己的势力 安插到权力高层 想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这个机会很快出现 早在前零三年七月 凤翔街都市李茂珍 带兵逼近长安 唐昭宗无奈出走京城 新年唐熙总 被宦官田令姿 挟持弄权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各方的野心相继暴露了出来 杨行密希望皇帝去淮南 王剑希望皇帝去成都 最终 昭宗还是被韩剑留在了华州 各道相互侵占攻伐的时候 朝中的权力斗争 也没有停止过 此前宰相崔昭伟被刺死 昭宗在华州赞助后 在韩剑的事宜下 又要继续处置 崔昭伟的余党 崔昭 崔昭没有作意代弊 而是向这时候 已经称霸关东的朱温 送去求求信 这正好迎合了朱温的需求 于是 他不仅保住了崔昭 还将他牢牢地 安在了宰相之位上 自此 拉开了两人狼狈为奸 邪天子怒权的序幕 韩剑把昭宗拽在手里之后 立马发布西文 让各道将粮食钱产 运送到华州 这就是皇帝在手 天下我有的快乐呀 所以 崔昭在向朱温求救的时候 就曾建议他 在洛阳修建行宫 让他也参与到 邪天子的竞赛中 朱温一排脑门 对呀 于是也开始上表 请皇帝到自己碗里来 虽然被昭宗拒绝了 但并不妨碍朱温 开始全力谋划这件事 自从崔昭上位以来 一直在谋划着 怎么干掉宦官 和宦官之间的矛盾 与日俱增 以刘基术为首的宦官们 看得出昭宗对宦官的厌恶 也感受到宰相 对宦官们的敌意 不打算坐以待毙 开始找机会 主动出击 这个机会很快到来 赵宗自从华州回到京城后 一直闷闷不乐 精神恍惚 常常醉酒 喜怒无常 光化三年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 赵宗在禁院打猎 醉酒回宫的时候 杀了宦官和侍女数人 第二天 似街而动的刘基术 带人找到崔映 激动地说 就算是皇帝 也不能滥杀无骨 这种昏庸的皇帝 还怎么治理国家 纵观古今 废除昏君 雍丽明君 是有先例的 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搞 崔映虽然有诸分当靠山 但原水救不了近活 崔映害怕会被刘基术干掉 只能同意 很快 刘基术把昭宗和皇后 幽禁起来 用铁水戎锁 封死庭院 另一边 逼迫德王李玉继位 刘基术一面给百官 加封爵位 来讨好拉拢 一面又对昭宗的亲信 赶尽杀绝 崔映背后有竹温 刘基术忌惮竹温的势力 所以暂时放过了他 只是剥夺了他的 盐铁转运石一致 皇帝被囚禁的消息 很快传开 开始有人想要来营救 刘基术见状 抓主要矛盾 拍自己的义子刘希杜等人 去见实力强大的竹温 甚至拿大唐江山社稷 来诱惑 目的就是稳住他 竹温听到后 有些动摇 召集了所商量 虽然各道都有人 筹划着营救皇帝 但也没见谁真的干成了 辽左建议他 先观望 不要贸然行动 这时候 天平节度复始 李珍的一句话 点醒了诸文 李珍说道 就算刘基术大权在握 可公然幽禁皇帝 是有目攻堵的 乱臣贼子的身份 已经坐实 宦官侮辱天子 你完全可以趁这个机会 去号令诸侯 讨伐逆贼 竖起忠义的大旗 倘若幼主顺利继位 就等于把国家大权 都交到了宦官手里 非常危险 抑郁进行梦中人 自己是忠义之士 怎么能和乱臣贼子 同流和无奈 诸文二话不说 把使者刘希都等人 全部囚禁 拍李珍回京城丁梢 又把蒋玄辉派过去 和崔英一起 策划营救赵总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天赋元年正月 公元901年 在崔英的安排下 护驾渡头孙德昭 临危受命 营救赵总 很快 刘继树及其党羽 被乱棍打死 赵总顺利恢复地位 念在德文礼遇 是被刘继树逼迫的 所以赵总并没有追究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当初赵总被刘继树等人 邮禁的时候 玄武进族官成岩 曾经把赵总拽着衣服 撤下殿 成岩是朱温的人 朱温得之后 把成岩召回大梁 直接折断双脚 然后带着刑具 又送到了长安 和刘希都等人一起 在闹市被处死 由此可见 朱温相当谨慎 一点诟病都不给赵总留下 自己的人敢对皇帝不敬 他第一个不答应 保持自己中军爱国的人设 有崔印在朝中和自己理应外合 朱温的渗透计划 取得阶段性胜利 崔印在朝中独揽大权 争取各种渠道搞钱 磕走了一个流济树 又来了一个韩全会 韩全会和奉向阶读使李茂珍 关系密切 趁机让李茂珍留下三千军队 在皇宫重任警卫 名义上说是保护皇帝 实则是控制皇帝 崔印有些害怕 所以暗中也抓紧了朱温这个靠山 崔印和李茂珍成为敌对阵营 虽然赵宗也很痛恨宦官 想要彻底铲除 可几世中韩沃认为 现在对宦官应该以安抚为主 耽误自己 是把各方人的权力收归朝廷 这样才能让朝廷真正强大起来 韩沃这番话打动了昭宗 然而摄像虽好 但现实总是不如人意 天赋元年润六月 公元901年 崔印直接奏请昭宗 把宦官们全部处死 昭宗的之后是知方白眼 对崔印说 有事你秘奏不行吗 别用嘴说呀 昭宗这样说 其实是有原因的 这时候昭宗身边的世人美女 早已经成了宦官的情报员 宦官们听到后 害怕崔印下手 常常在内部团建的时候 痛哭流涕 哭完了 擦干眼泪 开始谋划反击 因为崔印是朝廷的会计 管理国家的入障和开支 韩全会便利用这一点 让李茂正六下的军队代表 控诉崔印 恶意苛扣将士东一 以及其他贪污行为 昭宗怕军队滑变 便解除了崔印的掩铁植物 而这时候 势力庞大的竹温 更新了自己的野心 他已经不敢于侵占土地 还要染指黄泉 把皇帝搞到手 谢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想法 和李茂真不谋而合 但李茂真现在已经在京师 希望昭宗能凌驾奉向 崔印瞄准了这一点 为了自救 赶忙给朱文写信 还附加了一封假的昭宗诏书 崔印一边给朱文说 放心 你有皇帝密诏 是名正言顺进井 一边有吉他 李茂真都在京城了 你还不来 之前能顺利恢复地位 都是您的功劳 李茂真却先跑来揽功 如果皇帝真落到了李茂真手里 接下来 人家就要携天子来讨伐你了 有点危机感行不行 朱文果然听进去了 举七万兵 从大两杀入河中 韩全会收到风声 直接派人挟持赵宗 前往奉向 并且先发制人 说朱文要来京师挟持天子 要求帝位善让给他 所以才要送皇帝去奉向 并召集军队 抵抗朱文 朱文到达林口的时候 听说昭宗已经西行 京城里面是空的 于是灵机一动 非但没有直接进军奉向 反而又退了回来 这一退就很妙 崔颖何等聪明 依然看出了朱文的心思 他是想保持中军爱国的人设 以及出兵的合法性 于是 他先让太子太师卢沃 等两百多人 列状请朱文迎昭宗 有派人过去 和他商议赢家的事情 这时候 朱文说了句感人的话 进则具携军之棒 退则怀复国之惨 然不敢不眠也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皇帝被抓走了 我要是进军过去 那就应了韩全会 那个小人的话 让别人觉得 我是来抓皇帝的 可我要是走了 被凤翔抓走的皇帝 可怎么办呢 不救 简直有负我的国家 所以为了不辜负国家 舍去名声 也要把皇帝救回来 崔颖也很配合 在朱文到长安的时候 领着文武百官 在常乐坡迎接 等到第二天 朱文息刑的时候 又带着文武百官 在林权义送别 意思很明白了 就是告诉朱文 以及天下人 朱文是我们请来的 绝不是韩全会说的那样 是为了和李茂贞抢皇帝 而是带着文武百官的 殷切期望 去救皇帝的 合法又正规 忠君又爱国 于是 朱文起病袭进 和李茂贞的战场 正式开启 朱文手握秘诏 那简直是理直气壮 到凤响和韩全会 以及李茂贞 来了两轮友好谈判 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 韩全会和李茂贞表示 那个密诏 是崔颖伪造的 皇帝过来是为了避难 并没有被挟持 还派人送出很多 昭宗亲笔书信和赵令 一再热令朱文退兵 可朱文已经走到这一步 不管赵书是不是皇帝的意思 退是不可能退的 谈判不成 只好继续开打 朱文直接转移军队 打下了宾州 宾州的静难监督使 李济辉 是李茂贞的养子 很快投降朱文 然后改回了自己原来的名字 杨重本 这里再插播一条桃色新闻 杨重本投降后 朱文根据惯例 扣押了他的家眷 这在当时非常常见 一般为了怕武将出征后 不受控制 经常会把武将家眷 留在根据地看管 名义上是保护 实则是人质 结果 朱文见杨重本的妻子 长相貌美 救病复发 二话不说 就不当人的给战了 杨重本得之后 脑袋是一阵眩晕 一气之下 又改回了李济辉这个名字 重新回到了李茂贞团队 和朱文对着干 韩全会和李茂贞不敌 很快去请何东军前来支援 李克用拍李四招等人出战 然而现在的朱文 实力相当雄厚 何东军一败再败 丢亏弃甲 汴州军又获得了一个 李克用的儿子 李延鸾 紧接着 朱文乘胜追击 直接包围了晋阳 李克用和朱文打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被朱文打到了家门口 这时候的李克用 信心受到了极大打击 考虑退出晋阳 就在李克用不能决断的时候 他的夫人刘氏站出来 稳住了他 李克用被刘氏说动 明白自己作为主帅 现在不能有分毫退让 因为一旦退来 下面就会彻底乱掉 死路一条 事实证明 这个决定是对的 坚持了几日后 晋州淘散的兵又重新聚集 一番交战 虽然保住了根据地 但经此一役 李克用非常挫败 数年不敢和朱文相争 一直生活在沮丧中 是儿子李存旭不断鼓励 他才重新振作 朱文和李克用多年来的斗争 以朱文的获胜 暂时告一段落 打败了李克用 紧接着朱文势如破竹 一路攻到了凤乡城下 然后身着潮服 向凤乡城哭泣 说道 我只是想赢鸾架回宫 不想和齐王宁打呀 一番动情的表演 塑造出一个 忠君爱国 不好斗的人设 表演完毕 朱文打了胆泪猪赠 绕着凤乡城 设了五座影战 并设计 把李茂针又出城 直接把他打到自闭 搞得李茂针的士兵们 人心惶惶 不断有逃兵出走的新闻 随着冬天到来 城中的食物快吃光了 朱文还派人在城外割草 凤乡军的马没了饲料 更是没法打仗 李茂针实在撑不下去 终于放弃抵抗 决定杀宦冠来换生路 说干就干 李茂针写信给朱文 把锅全甩给了韩全会 说我把皇帝带来这里 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 可不是防您的 您立志匡扶国家 这是大义 请立刻来我这里 把皇帝接走 我帮您打前阵 朱文健壮 也很配合地表示感谢 两人像是集体失忆一般 握手言和 嬉皮笑脸 然而人类的悲欢离合 并不相通 此时的韩全会 只觉得他们吵闹 拿我的人头自救 李茂针很快展开行动 把韩全会等40余人 全部战手 韩全会等人已经解决 但朱文的包围 并没有接触 李茂针第一时间怀疑 崔印和朱文 是要和某公去奉向 于是告诉赵宗 让他急招崔印过来 这里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赵宗一共下召四次 语言恳切 表示可以为崔印 官复原职 可这时候 崔印 却称病不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据我猜测 这时候的崔印 大概已经料到 朱文已经知道 赵叔是假的了 如果自己立马过去 就表示自己 把朱文当成了 副职工具人 而不是牢不可迫的盟友 最好是朱文亲自开口 自己才能动神 而且如果李茂针 想杀自己 有朱文为自己背书 他就不敢随便动手 另一边的朱文 仿佛也看透了 崔印的心思 贾赵叔虽然让他师出无名 甚至会影响人设 但你不说我不说 贾赵叔他就是真的 于是 朱文亲自发话 对于崔印说 我没见过天子 不认识 你过来帮我认一下 崔印听到后 很快跑了过来 朱文这句话 轻松化解了 贾赵叔的无名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是告诉天下人 我朱文之前 没有见过天子 更别说挟持了 是前宰相和文武大臣 请问来营救皇帝的 二是告诉崔印 我既往不咎 你尽管来 继续做皇帝身边的红人 咱们还是劳不可迫的盟友关系 崔印收了信号 所以要到并处 跑了过来 经过一番波折 赵宗终于出凤响 到了朱文的军营 朱文的表演时刻 又开始了 你以为他会仗着救出皇帝 然后赶紧邀功 继续壮大 不不不 朱文来了招以退为进 立马换上束缚 又是哭又是磕头 等待赵宗处罚 赵宗一看这情况 只能配合 说 宗庙设计赖清在安 真与宗族赖清在生 还亲自解下自己的玉带 送给朱文 回到京师后 崔印和朱文一起进宫上奏 提出铲除所有宦官 以及收拢兵权的事情 赵宗一一同意 很快 朱文领兵杀宦官七百多人 至此 困扰礼堂多年的宦官之祸 总算得到了根治 崔印也如愿以偿 兼领六军十二位事务 朱文更加荣耀加倍 不仅次回天再造 接中守正功臣的称号 还加封太尉兼中书令 宣武 宣义 天平 护国等军截都使 朱道兵马副元帅 禁决联王 紧接着 朱文加快布局 让侄子朱友伦 担任塑维都指挥使 张廷范为公院使 王寅为皇城使 等等 党与遍布进攻 和经济各处 随后 才安心东征 为了防止好既有 李克用捣乱 还奏请皇帝 给李克用赏赐 并表示 自己和克用 根本没有仇恨 我还请他吃过饭呢 李克用一听 就明白怎么回事 所以也很识趣的 没有出兵 朱文的这次东征 非常顺利 从此 势力范围一直向东 延伸到了海滨 历史和经验 一次次告诉我们 很多大事 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最稳当 依靠盟友 往往很不靠谱 随着朱文的野心 越来越大 昔日的盟友崔印 开始慢慢有些忌惮 因为各种迹象表明 朱文 有邪天子夺地位的想法 虽然崔印是仗着朱文 才在朝中独揽大权 但如果朱文想夺地位 那他现在的风光 就没了 于是从对朱文的防备 上升到了敌对状态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崔印环顾四周 发现可以用李茂珍 来制衡朱文 迎朝中事件之后 朱文和李茂珍 面和心不和 崔印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打算加以利用 结果还没等崔印算盘打响 苏维都只会使朱友伦 在玩球的时候 追满而死 朱友伦是朱文的职贞 于情于理 他都在讨个说法 但就当下的情况来说 朱友伦的死 对朱文显然有一个 更大的用处 就是以报仇为名 铲除对自己有威胁 和有异心的唐诚 其中就包括崔印 其实朱文早就对这个盟友 心怀猜忌 崔印凭借大权独揽 干了很多事 朱文都一一记在了小本上 既然代理人不听话 那不如换一个听话的 于是 很快上表告发崔印 把他之前干的好事 全抖了出来 随后 崔印连同他的亲信 全部被处死 至此 朱文达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 进而 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谋划 为了更好的控制皇帝 朱文以李茂贞的军队 逼近荆棘为由 示意大臣 以及为他提拔的新宰相 上述昭宗 前渡洛阳 为了断掉昭宗后路 大部队出发后 朱文派人把长安的攻势 官署和防射 全部毁掉 取出木材抛尽未合 长安成为了一片废墟 赵宗是走一路亏一路 觉得自己行踪无定 身为军王 却深入扶贫 任人难捏 因为东都的宫殿还没建好 所以陕周 成了赵宗暂时的拘所 事实上 赵宗始终没有放弃 抢救自己 私下里派出密室 向各路诸吼 发出求救信号 然而此时的朱文实力强大 加上各个藩镇 正忙着互相吞并 响应者寥寥无几 眼见洛阳的宫殿已经建成 朱文多次催促皇帝动身 可赵宗一会儿说 皇后刚生产 不能长途跋涉 一会儿说四天剑一观天象 现在上路不吉利 一会儿说房子刚建成 有甲犬 最好亮几个月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各种理由推演 因为一旦住进了洛阳 自己就完全成了朱文的傀儡 想派出密室 那是难上加难 赵宗一再推演 朱文慢慢失去了耐心 你不是拿四天剑来呼怒我吗 朱文一不做二不休 给四天剑掳裂一套罪名 直接把主事的官员给杀了 连同赵宗身边的亲信 以及陪他打球玩乐的供奉小儿 全部雷死 换上自己的人 赵宗一看 这好像和去了洛阳后 也没啥区别 无奈之下 只能动身 至此 朱文彻底掌控了皇帝 之前赵宗派使者发出的密诏 终于在各路传遍 于是 晋王李克用 齐王李茂贞 楚王赵匡宁 蜀王王剑 吴王杨行密 还有幽州的流人公 都打出了复兴皇室的大旗 要讨伐诸文 忠兴大唐 颇有十八路诸侯讨董的气势 朱文一下子慌了 事实上 昭宗虽然被自己控制 但难保 他做出更加偏离自己计划的事情 加上有几次 昭宗像是想暗杀自己 为了不让他再出妖蛾赞 对昭宗起了杀心 于是 声称要领兵西行 不久之后 昭宗就被朱友公 士淑从 和蒋宣徽杀害 和皇后 因为哀求蒋宣徽 这才保住一面 昭宗驾崩后 蒋宣徽假造诏令 李茂王李座为皇帝 也就是唐王朝最后一位皇帝 活下来的和氏 被尊为皇太后 其实 朱文这一趟 未必是真心要出征 而是借出征做掩饰 实施他士君的意图 简单说 就是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 毕竟士君这种脏活 自己是万万不能亲自动手带 需要白手套上场 朱文得知昭宗驾崩 很快返回洛阳 趴在昭宗灵旧上痛哭流涕 表示 这一切都是那些乱臣贼子干的 自己完全不值钱 紧接着 朱文就把朱友公和氏叔从给杀了 声称是替昭宗报仇 而事实上 朱文是看着俩人 不怎么听自己话来 所以借机除掉 免朱后患 随后 朱文又派蒋全辉 把李家九王全部处死 包括之前被刘姬树拥过的德王李玉 铺平电文之后 朱文离登基称帝 只差一步之遥 就是走一下善未流程 可在他之前 朱文打算立下一个盖世奇功 让自己的称帝之路更加顺畅 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平定竞相 进而 又蒙升了南征的打算 这时候 手下竞相 却出言劝阻 因为朱文出兵不到一个月 就平定了竞相 开辟将于数千里 消息传出去 是非常令诸侯震撼的 也有利于增长威望 可万一南征失败 那就将前功尽弃 不如暂且回去 另选时机 可此时的朱文 已经被胜利冲昏同岛 并没有听从 不出所谅 南征果然失败 朱文那是相当后悔 干脆直接筹划 善未事宜 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之后 蒋宣辉和宰相柳灿 开始着手研究 可为难的是 就算是皇帝善未 那也必须有一个低进过程 最好是先封大国 加九西 加疏离 总之 就是把一个君主 能脆身子的所有殊荣 全部拉满 营造出一种 这个人太优秀 即使把全天下 所有的赏赐和荣耀 都给他 也远远不够的及时感 从而引出善未这个操作 然而此时的朱文 有些等不及 动不动就大肆杀戮 蒋宣辉和刘三 看到这种情况 也不敢怠慢 加快了刘成审核进度 很快 朝中任命朱文为相国 又以全国二十一道 为魏国 进封朱文为魏王 加九西之礼 毫无悬念 朱文拒绝了 因为他要的 根本不是这个 紧接着 再向柳三按照流程 去见朱文 表达了皇帝 愿意善让的意思 还将他的 朱道兵马元帅 改封为天下兵马元帅 这是把皇权和兵权 一起交给了他 这一次 总算有人说到了点子上 但朱文还是拒绝了 自古以来 接受这样的馈赠 不来个三推三让 那简直就是不懂事 而且朱文是个谨慎的人 在他登尾之前 还得把遗留问题处理掉 之前杀赵宗的时候 朱文派了蒋玄徽 士淑丛和朱有公 事后 朱文杀了士淑丛和朱有公 但留下了蒋玄徽 难道是因为他更偏爱蒋玄徽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得留个人 帮自己干脏活 所以后来利用他 杀了李家九王 当初蒋玄徽杀赵宗的时候 因为和皇后 一再祈求蒋玄徽 这才保住性命 朱文便利用这件事 收一手下人来告发蒋玄徽 另一边 柳灿因为有朱文的宠信 目中无人横行霸道 做了很多谋私利的事 朱文事后来看 也相当讨厌这个人 于是 把柳灿一起绑定 说柳灿和蒋玄徽 在内侍见何皇后 启示要复兴唐氏 朱文便顺水推舟 先后弄死两人 随后 朱文诬陷何太后 和蒋玄徽私通 刺死了太后 并废他为庶人 南征失败 一直是朱文信徒的一个刺 不管怎么说 在成帝之前 祖乃玩一票大的 才过瘾 环顾四周 发现 北方还有一个苍州 没有平定 于是 开启了北征之路 当初魏伯牙将作乱 杀了原本的阶督使 岳燕珍 推举罗洪信 为新的阶督使 罗洪信死后 妻子罗绍威继场 但历史遗留问题 并没有解决 这些亚军 是从前的阶督使 田成寺 从勇猛之势里挑选 高薪聘请的五千人 他们父子相继 亲族团结 以至于格外专横 稍有不如意 就把原本的阶督使 给灭掉 推举一个新的上来 而这时候 罗绍威 就陷入了这种困境之中 他向朱文发出求救信号 朱文亲帅大军赶来 把魏伯牙将 杀得片甲不留 很快平定 但这一仗 也几乎把魏伯给掏空了 之后 朱文把目标锁定在了苍州上 苍州 目前在刘首文掌控下 魏伯和苍州相邻 此时魏伯 就是朱文最好的驻军店 刘首文的父亲刘仁公得之后 派幽州兵援救苍州 结果屡战屡败 刘仁公看了一圈 决定去请李克用帮忙 李克用和刘仁公的忍愿 也算是纠缠很久了 李克用气恼他反复无常 本来不想帮他 但这时候 儿子李存旭站出来 分析出兵幽州的种种好处 李克用制裁改变主意 派人和刘仁公一起 攻打陆州 陆州解读使丁慧 听说赵宗被杀的事情后 悲痛不已 直接带着全军 归降李克用 陆州一失手 朱文连苍州都不想打了 撤军返回 当初他为了打苍州 争调了非常多的粮草 现在不想打了 粮草却堆积如山 朱文下定全部分会 结果刘首文派人出来 祈求他 说苍州被围困多时 百姓们都快饿死了 希望朱文能留下一点粮食 朱文思索之后 还真就留了点粮食给他 仓主百姓这才得以阶级存活 南征失败 北征又失败 威信一损再损 搞得朱文很是气恼 之前朱文帮罗绍威打了牙将 差点把卫博给掏空 他一直留在自己这里 罗绍威非常担心 朱文会因为北征失败 转而把自己的魏州给收了 于是 开始明里安里地窜跺 说您看 现在跟您作对的人 都是以唐王氏的名义来启示 搞得你好像是个乱臣贼子一样 如果唐王氏彻底绝烂 那他们是不是就师出无名了 朱文一听 川魏的DNA又动来 表面上云淡风轻 瞎说啥时候 实则没过两天 就启程返回大连 赵玄帝也很配合 很快派人来慰问 再一次表达了山魏的意思 就算想要立刻当皇帝 朱文还是没有忘记 三推三让的传统美德 装模作样 又拒绝了几次 终于 在天忧四年 公元907年3月 唐昭宣帝下诏 让位给朱文 当年4月 朱文登金响殿 接受百官朝拜 改名朱晃 国号大梁 打工人朱文 终于完成了终极目标 登基成帝 都说打江山容易 做江山难 打工人朱文 从一个叛军想将 成为后梁太祖皇帝 那他以后的命运 将会如何呢 好机有李克用 又是怎么回应他称帝的 如果各位看官 喜欢那个极尖石系列 请点赞 关注 收藏 支持一下 后面会持续更新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 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